大妈穿红色连衣裙 坐在公车上 转身从包包里拿出丝袜 不过下一幕可让所有人傻眼 拉一拉手上的丝袜 抬起左脚 直接在座位上开始穿透服丝袜 左拉右拉 慢慢瞧好位置 不顾车上还有很多乘客 直接把公车当成更衣室 穿完左脚再从容穿右脚 这个丝袜可不只是短袜 还是连身的 看大妈轻松抬起臀部 一两分钟内迅速穿好 看起来非常熟练 不过地点恐怕不恰当 而整个过程都被乘客拍下 让不少人看到都很无奈 而同样马公车当自家用的 还有这位老太太 在座位上开始挑菜 还把不好的菜往地上丢 直接把其他人当空气 连乘客的劝阻都不听 反正是他一上来 这个行为 不管是老的年轻的女的 男的纷纷的指责 一家人真是都都很气费的 等乱车程 老太太都我行我素 公车似乎就是自家开的厨房 看来文明乘车的宣传 还是不太够 记者陆之宇 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